我們現在來到的是 花蓮玉里的玉里大橋 我們現在可以看到 這個溪水是滾滾的黃泥 雖然我們現在因為這個大雨的狀況 能見度相當的差 不過可以看到這個溪水 受孤蘭西的溪水 是不斷不斷的沖刷 玉里大橋的橋墩 強風好雨不斷滾滾土黃色泥水 相當湍急 灰蒙蒙一片完全看不清楚 玉里大橋橋下 大溪水水位上漲 距離橋底只有大約三公尺 快要達到二級警戒 公路局已經在31號下午3點開始 實施預警性封閉管制 禁止人車通行 當地居民聚場使用的主要通道 護理箱的民理電道 也被洪水沖毀淹沒 阻礙交通 整個淹沒到橋面的一個狀況 所以我們現在都實施 預警性的一個封閉當中 還有玉里國中體育館 旁邊的住家內 沙發 椅子 櫃子 床架 全都泡水裡 水淹到小腿高度 居民看傻眼 到底該怎麼辦 將鏡頭轉向日里知名臭豆腐店 路數全橫躺在道路上 完全阻擋道路 日里市區風雨威力相當強勁 雨勢幾乎是橫著下 路上電線被吹到搖搖晃晃 就連便利商店的門窗都被強風波及 外面的風室呢 是吹著這個用田區旁邊的這個鐵門 以及玻璃是噴噴噴噴的響 這一處的玻璃就被這個風室給吹破了 整片的玻璃當場就碰了一聲掉了下來 除了玻璃門被吹破 外面的鐵皮屋頂也被強風吹到掀了起來 雜重停在路邊的車輛 康瑞颱風威力不容小覷 花蓮更是首當其衝 日裡各地風雨不斷 更頻頻傳出災情 居民只希望颱風趕緊離開 東新聞地方中心花蓮報導